我与特务处肃无往来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 刘先生 您误会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您是一个克制货币的专家 日本人现在正在到处找您呢 日本人 前段时间报纸上登载的 有关于日本人印着伟钞的新闻 我相信你也已经看过了 日本人想利用大量伟钞流入市场 制造金融混乱 破坏咱老百姓的生活 这一点 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克制货币的专家 应该明白伟钞对咱国民政府的伤害吧 对 我本人对日本人这种行径 是深恶痛绝的 特别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真的搞不明白 你们来找我干嘛 我能解决你们什么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日本人呢 曾经找过一个叫赵学青的人 来帮他们克制货币的模板 据我们了解啊 这个赵学青呢 被抓以后几番受到日本人的迫害 就利用强酸 克制的被俯视的模板 导致日本人的尾钞曝光 后来又被人从监狱里救走了 日本人找不到这个赵学青啊 就通过在南京的内线查到了您 现在正准备来南京把您劫持到哈尔滨去 我听明白了 这个赵学青 在哈尔滨日本人的监狱里 被人救走了 对 日本人到处找他 找不到他 又想来找我 没错 你们是来保护我的安全的 对 就是这样 你们跟日本人劫持 有两样吗 对不起 刘先生 我们今天来啊 主要就是把您送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先委屈您几天 等事情过去了 我们再安排您回来 我就不信了 那日本人从哈尔滨跑到南京来 堂而皇之地把我抓走 告诉你们上司 我哪里也不想去 可是刘先生 不要说了 我现在想休息了 请回吧 刘先生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国民政府税警团团长 遵理人 你好 你好 坐吧 谢谢 刘先生 我们是奉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命令 来保护你的安全 由于情况紧急 我的手下办事歉途 对刘先生多有得罪 还请刘先生能够谅解 不是欠妥是非常不妥 你想过没有 我在这生活了几十年了 上上下下的邻居街坊 都非常了解我的身份 你们 刘先生 我非常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你是咱们国家金融方面难得的人才 现在时局动乱 我们此次过来的主要任务 是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希望刘先生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 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非常了解当前危机四伏的金融局势 作为一个中国人 理应为国民政府出一份力 请你转告宋部长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不会给日本人做事 那孙某在这儿就先谢谢刘先生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你的房间里 安排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住了下来 如果有人问起的话 你就说你从这儿搬走了 把房子租给了他们 这样有利于迷惑日本人的视线 还希望刘先生能够理解 可以 日本人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刘先生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是不是可以 跟我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行 那我收拾一下 我们在外面等你 走 刘先生 请 刘先生 请 刘先生 请 请 请 刘先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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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请 请 请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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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刘先生 こそ 刘先生 疾症 攻击 可以 行 自议 我们抵辑 您有哪个單挑 你 对了 过两天是我的生日 还有啊 梅子她怀孕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如果你有时间 那就过来参加一下 梅子怀孕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我一定参加 好的 那就期待你的光临 一定 那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